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醒报》财经台 那么我们刚才讨论的还算蛮有趣 而且有一点小激烈 就是那么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失业 所存在的短效应 虚效应是不是还存在 那么或许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包括数字是真的非常好看 因为比较去年前年好了非常多 但是在解读上也或许真的存在了 一些在政府施政政策的时候的一些做法上 包括我们的短期上纲的22K的计划 去年很严重 但今年还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或者我们民间只是协助政府 去丢出一些就业的机会 让这个数字好看 让这个数字丢 比如失业率掉到5%以下 那么我们的吴院长能够安然地在位置上 这样的情况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当然我希望乐见看到 是真的我们数字展现得不错 那么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个 就是今天的题目 我们民事长你自己写的 就是说如何找回我们的 我们也定了这样的题目 如何找回庶民的幸福感 你觉得要该如何找回 政府又该怎么做 我想我们最后一段就这样强调 我们政府怎么做 我们人民又该如何去因应好吗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幸福感失落 就是说你薪水的这个问题 它背后就是你的购买力不行的这种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就业 刚刚罗立伟或者什么 戴所长其实他都提到 其实我们在看就业的机会的时候 你一定看 我们一定要整个劳动力来看 而不是看到5%的变化 而是应该从你这个流量跟存量的角度去看 失业率是流量的概念之下的产物 就业的机会是一定要在存量的 到底像包括我们劳产力 其实刚刚你讲的这个真的是一个个别产业的 总的这个劳产力并没有增加 反而是还有一点点这个减少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就很难去 所以我说政府要去做的就是 你怎么样去透过用松绑跟鼓励的这个方式 你让这个投资那个恢复 让投资那个恢复 我急于要问 您刚刚提到所谓松绑是 你谈到是绿色还有这个经济的议题的问题 很多色线都是因为经济的抗产 我们当然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要松绑吗 产业的这个这种松绑 你就是一定要考虑到 在制造业 台湾在发展制造业的机会 已经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你一定是在2.5 跟在这个在第三级的这个产业 可是服务业这个长期呢 跟所有国家一样 都是高度管制的行业 所以你只有在这上面 要有一点市场的这种概念 就是说让它能够市场机制 在这上面可以去发展 这个是一个 所以一个建议就是希望政府 一定要去松绑 让这个投资增加 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们呢 这个尤其是天天在报纸上 讲这个马英九防线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是最要不得的 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十几年 将来18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的这个金融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封锁的 尤其是廉价新台币的这个政策 今天让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购买力减弱 甚至呢你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 刚刚这个什么这个主持人也提到这样一点 就因为我们呢一直坚持这个廉价新台币 那你为了要让它价位在一个较低的这个位置嘛 那你就只好一直买会 钞票一直要丢出来嘛 所以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啊 货币供给额只有占GDP呢 大概在20%左右 现在已经将近100%了 是 我们的货币供给额的这个总数啊 大概已经到了90几啊 这个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 我们按照IMF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正常国家的这个货币供给额 国家的货币供给额 应该是GDP的15%到20%左右 我们既然到那么高 这个呢就是说会引申到我们购买力的这种变化 对内跟对外的呢 如果说这两个部分呢能够去做好的话 我想这个就业跟这个 庶民幸福就回来了 应该会很快 谢谢我们林社长 其实这里面谈到我们再补充一下 再强调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社长提到两个东西了 那么当然第一个呢 我讲后面那个就是讲廉价新台币 那么央行的政策的确需要这个做一些思维 否则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或许民众听不太清楚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货币攻击 就是因为买汇的关系造成 我们本国的货币太多 domestic credit丢出来嘛 好那这个会造成 这样看起来我们台币将来会有走生死疯了 第二个呢就是要松绑 对部分产业做事实的松绑 我觉得这是一个找回庶民幸福感 一个很重要的建言 谢谢我们社长 我时间不多 我请这个立委 那么也能够帮 您做的事情 这个在分析国家政策是很客观的 也能够替政府做一个建言 那么如何找回庶民幸福感好吗 其实数字是冷冰冰的 那老百姓的感受才是热烘烘的 那你在美丽的数字啊 老百姓感受不到的话 那都没有用了 那你今天我们都很清楚嘛 老百姓图了就是一个 我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 就我能够有钱赚 我能够温饱 我不用去喂 我的三餐鸡奔波 就有有有那个 那就是说政府要创造一个 他那个很容易就业的一个环境嘛 那你要创造一个就业的环境就是说 你的投资环境要好 要人家越来越来越投资嘛 那你有外国投资跟本国的投资嘛 那今天我们从2000年 产业整个大量挖移了以后 那当时在讲说台商回来 目前没办家回来啊 你到现在为止台商有回来吗 有回来就炒楼炒股而已啊 有哪一个台商他真的有投资到 所以创造投资环境 就没有 所以你的投资环境 那你尤其是好国外要来台湾投资 你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抗争 抗争比如说为了某一些环境 比如说我们那个六清 或是有那个国王实话 八清 其实那个政府可以做的嘛 你环保你怎么去 其实环境跟经济是可以平静并静的嘛 就你的工权力没有办法伸张 你没有办法那个 你去碰到一个错证以后 你就屈服了 所以这个没有人愿意去这样的来 然后给的那一个很安全 而且又很有一个规律的一个投资环境 我目前看不到 谢谢 我谢谢蕴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刚刚罗略也提的我也补充一下 创造投资环境我想是非常重要 刚刚提到这个石化工业 其实台湾要推 可是台湾的确有些团体是反对会抗争的 这可能不是政府的问题 是政府想做 而民间有一种反对声音 那这个跟刚才我们这个林社长有点conflict 或许我们以后要再讨论 就是您说因为有些像绿人的限制 而我们应该把它松绑 就是松绑就是希望我们在经济发展中 能够去做这样的松绑政策 但跟这个所谓的一些抗争 可能会有一些conflict 或许我们再早时间再探讨 我们这个所谓的绿色以及经济的带动 到底优优缺 还有刚刚林社长提到一个2.5产业 三级产业 这个民众可能也不懂什么叫2.5 或许我们再早时间再跟各位观众解释 今天时间不多 我们剩下大概一两分钟时间 我们请我们的代所长 是不是你也对我们政府或者人民 做一些如何找回庶民幸福感 做一些建议 我认为应该从政府里面找出 因为要让庶民感到幸福感 我想税制的改革一定要 因为税制的改革是解决贫护差距的最好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军教课税 讲了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做 还有资本力的课税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做 因为这一些很多百姓 很多百姓想看到的时候 让整个社会更公平 我想这边做不到 因为就是我们很多法规 在环境 比如说我们的劳动法规该改的 很多劳动法规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让很多的企业 没办法一个安定的环境 但很多成本的增加 我想这些政府的该做的该改的 比如说法规 还有一些租税改革 这些等等马上要做 因为这些做了让很多的环境更加公平 然后才会引导创业投资 另外就是说所谓的危景企业 因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来临 很多的危景企业 这部分的我们政府的辅导 还是太欠缺 因为危景企业的需求不多 但是他却对于整个社会安定 工业很大 特别是女性的危险创业这一部分 我想这对未来政府需要加强力 谢谢我们代所长 今天我们对我们就业与薪资 这两个很重要人民关键的议题 如何找回庶民幸福感 就靠这两样了 刚才我总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言 我们您社长说 那么希望部分政策 产业政策还是要松绑 那么货币政策也要定得好 尤其我们台币现在太廉价 那么不要只重出口 而应该让整个产业 能够正在转型向上提升 我们罗立委也希望 我们能够在整个配套措施 能够那么希望我们的 创造我们的整个投资环境 这个很重要 最后我们讲税务法规 那么甚至微信产业 要怎么样去激励它 税务法规当然也很重要 不过这些东西 我们都还是在探讨 我们也探讨过 可是刚刚代所长讲到 曾经我们税务改 一顺税降低 那么不赞成 那么现在强调 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军公教 要负负得正把它取消 我们的资本利得要去磕税 这些造成让我们贫富 能够均衡的重要的税务 也就是符合到 我们刚刚立委讲的财富均衡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 谢谢各位观众 这个欣赏 那么也谢谢我们三位来到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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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